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重口味科幻片《人兽杂交》 故事开始于一个实验室 科学家夫妇克莱夫和埃尔莎正在观察他们用动物杂交出来的新物种 这个物种体内的基因十分优越,可以制造出为动物治疗的药种 由于这次实验十分成功,所以他们想要在其中加入人类基因去做更深一步的实验 以制造出能为人类疾病所用的药物 但当他们和公司提出这个项目时 董事会却因为各种人伦道德问题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还想要取消实验室所有的杂交实验 于是,不愿放弃的科莱夫夫妇决定偷偷地进行他们的项目 他们将人类基因加入新物种,成功杂交形成了一个受精卵 这个受精卵生长得十分迅速 为几个小时,一个有着长尾巴的奇异生物就迅速出生了 虽然它的体内带有人类基因,但由于其生性恶劣 科莱夫开始担心他会给人类带来威胁 决定研究过后就杀掉他 但艾尔莎却觉得,这个物种成长速度快 他会自己在短时间内变老并且死去 并不会带来任何威胁 于是他们决定一边研究记录,一边抚养这个生物 此后,艾尔莎将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 教他看图认字,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卓恩 科莱夫却一直不支持继续抚养卓恩 有一次,卓恩差点想要用尾巴上的刺伤害克莱夫的弟弟 这让克莱夫更加坚定地认为,卓恩不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他趁着卓恩发烧在水里降温的时候 把他按进水里想要淹死他 但没想到,卓恩竟然拥有两栖动物的肺 可以在水里呼吸 这个发现让这对夫妇大为惊叹 有一天,克莱夫和艾尔莎带着之前的两个新物种参加发布会 但意想不到的是,原本是一雄一词的生物,却突然变成了雄性 在发布会现场上相互厮杀了起来 发布会就这样失败了 公司也开始明确禁止他们的实验 他们为了赞逼风头,将卓恩转移到了郊外的农场里 卓恩逐渐长大,兽性也慢慢开始出现 被禁足后,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暴躁 在一次争执过后,卓恩爬上了屋顶 正当他差点失足摔下去时,竟然长出了翅膀 为了不让卓恩逃跑,夫妻俩好言好语才将他哄了回来 长大了的卓恩渐渐开始有了女性心理 他变得十分暧昧,甚至有时会偷偷化克莱夫的样子 还想尽办法想诱惑克莱夫 一次,卓恩与艾尔莎发生争执 克莱夫为了安慰卓恩,放音乐与他跳起了舞 而他也发现,自己竟然开始对卓恩抱有好感 终于在艾尔莎一次外出后 克莱夫没能忍住诱惑,与卓恩发生了关系 原来,卓恩体内也有着艾尔莎的基因 可碰巧外出回来的艾尔莎看到了这一幕 他愤怒地扭头回了家 二人意识到,卓恩已经成长到了难以掌握的地步 他们决定要杀死卓恩 可当他们回到农场时,卓恩却自己去世了 他们收拾遗物时,意外地发现 卓恩开始画艾尔莎的画像 他们悲伤地埋葬了卓恩 就在这时,克莱夫的弟弟带着公司的人突然出现 让他们叫出卓恩 正当二人告诉他们,卓恩已经去世 卓恩却突然复活 他像之前的发布会上的两个物种一样 由雌性变为了雄性 还掳走并杀死了前来的人 克莱夫不顾劝阻想要去森林里寻找弟弟 不料卓恩突然出现 他突袭了克莱夫 并和艾尔莎强行发生了关系 当克莱夫赶到后 想要从背后杀死卓恩 没想到卓恩却反身将他打倒 艾尔莎为了救丈夫 举起石头准备砸向卓恩 但卓恩却突然抬起头 艾尔莎见到自己抚养大的卓恩 于心不忍 愣着停下了动作 可卓恩就趁着艾尔莎犹豫的空隙 用尾巴的长刺 杀死了克莱夫 终于艾尔莎狠下心来用石头砸了下去 故事的最后 卓恩和克莱夫都死了 而艾尔莎却怀上了孩子 幸惠意冷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念想 终于他打算将孩子生下来 交给公司继续做研究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